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突然轻轻地说出了两个字 快走 是 是他要自己来的呀 为什么一见面就要他走呢 是不愿意让自己看见这种狼狈的样子 还是生怕飞天玉虎会突然出现呢 也许那短签本就是飞天玉虎逼着他写的 也许这本就是个陷阱 陆小凤轻轻地放下了棉被 他搬了一张椅子过来 坐在他的床头 虽然连一个字都没有说 却已经无意给了他一个简单而明确的答复 不走 无论丁湘怡为什么要他走 他都决心留下来 陪着他 因为他现在知道 他一定是最需要别人陪伴的时候 在他自己寂寞的时候 这个丁湘怡不是同样陪伴过自己吗 陆小凤绝不是那种心心狭窄的人 别人纵然有对不起他的地方 他很快就会忘记的 他一向只记得别人的好处 丁湘怡当然也明白他的意思 他的眼睛里出了悲伤 又多了一种说不出的感激 他说话的声音很低 仿佛生怕别人听见 他说 现在 你一定已经知道我的事了 那三十万两金子 我当然没法带在身上 为了要逼我把金子交出来 他就把我折磨成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你当然已经把金子还给了他 可是你为什么一定要等他这样折磨过你之后 才肯交出来呀 那本来就是他的呀 你本就应该还给他呀 陆小枫闭着嘴 他并没有说出这些话 他实在是不忍再刺上他了 风在窗外吹 落叶一片片地打在窗户上 就像是一只疲倦的手 拨弄着枯涩的琴弦 虽然有声音 却比吴声更沉闷 现在应该说什么 安慰已经是多余的了 因为无论什么样的安慰 都安慰不了他 沉闷了很久 丁湘怡忽然说 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偷那三十万两金子 陆小枫摇了摇头 他只有撞错 不知道 丁湘怡忽的解释 却令他觉得很意外 他说 我也是为了那罗茶牌 这个理由并不好 所以 不像是说谎 丁湘怡忽接着说 我知道 李霞带走了罗茶牌 也知道他已经回到了老屋 老屋 对 老屋 老屋就是拉哈苏 拉哈苏就是当地的图语 意思就是老屋 陆小枫说 怎么 你认得李霞 丁湘怡点了点头 脸上忽然露出了一种很奇怪的表情 他痴疑了很久 才轻轻的叹了一口气说 李霞 本来就是我的后梦 这个回答令陆小凤觉得更意外了 丁湘怡忽解释说 李霞还没有嫁给蓝胡子的时候 本来就是跟着我父亲的 你父亲 现在他已经去世了 我跟李霞 一直都保持着联系 李霞是他的后母 方玉香却是他的表姐 他的表姐居然抢了他后母的丈夫 他的丈夫却是他表姐介绍的 哎呀 陆小凤忽然发现他们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 那实在是复杂得很啊 就算他已经说出来 他还是搞不清楚 丁湘怡忽看出了他的想法 他欺然说 女人是弱者呀 有很多女人的遭遇都很不幸 往往你会被逼着做出一些 他们本来不愿意做的事 男人们非但一点都不了解 而且还会更看不起他们 陆小凤叹了一口气说 我 我了解 丁湘一接着说 这次李霞的做法虽然很不对 可是我同情他 陆小凤在心里说 他偷了他丈夫的罗刹牌 你偷了你丈夫的黄金 你们的做法本来就一样 你当然会同情他 这些话陆小凤没有说出来 丁湘怡又看出来了 丁湘怡说 我说他不对 并不是因为他偷了罗刹牌 一个女人若是被丈夫遗弃 无论用什么手段报复 都是应该的 这是女人的想法 大多数的女人都会有这种想法的 丁湘怡是女人 所以陆小凤只有表示同意了 丁湘怡接着说 我说他做的不对 只因为他本不该答应 把罗刹牌卖给贾乐山的 什么 陆小凤动容说 江南贾乐山 他知道这个人 贾乐山 那是江南著名的富豪 也是当地著名的善事 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才知道 他西年本是个横行四海的大海盗 连东洋的倭寇 都有一半直接接受他的统侠 沃寇一向是残暴 凶狠 汗不畏死的 而且生性是反复无常的 贾乐山却能把他们制服的 服服帖帖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他是个多么厉害的人 丁湘怡说 我知道 李霞已经和贾乐山 派到中原的密室谈判过了 连价钱都谈好了 约好了 再拉罕见面的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陆小凤说 他们既然是在中原谈判 那么为什么要约在那边疆的小镇上见面呢 这也是李霞的条件 他知道贾乐山一向是心狠手辣 生怕被他给吃了 所以他才一直坚持要在拉哈苏交货的 那为什么 因为那里是我父亲的老家 他也在那里住了十年 那里的人 人头地面 他都很熟悉的 在那里就连贾乐山也不敢对他怎么样的 哦 这样看来 他一定是个非常精明和厉害的女人了 他不能不精明的 因为他实在是上过男人不少当了 但是他却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你 嗯 因为他拿到了罗刹牌之后 第一个来找的就是我 为什么 他也答应过我 只要我能在年底之前凑出二十万两金子 他就把那个罗刹牌卖给我 你为什么想要罗刹牌 因为我也想报复 他咬着牙又说 我早已经知道飞天雨虎另外又有了女人了 早就嫌我惹眼碍事了 那个女人当然更恨我 只要我活着一天 她就永远休想名正言顺的来做黑护堂的帮助女人 陆小枫说 难道他们还想杀了你 若不是我还犯寂静 恐怕早就死在他们手里了 哼 我要有了罗刹牌 他们就绝不敢对付我了 一个女人 她若肯花二十万两黄金去买一样东西 那当然是有原因的 陆小枫接着说 为什么 哼 因为 我要是有了罗刹牌 我就是罗刹教的教主了 就连飞天雨虎 对西方魔教的教主 也不得不畏惧三分的 她疲倦和悲伤的眼睛 说到这忽然就亮起来了 接着她又说出一件很惊人的秘密 西方玉罗刹已经死了 就是在她的儿子入关的时候忽然暴毙的 西方玉罗刹当然也是个极其精明和厉害的人 她生怕自己死后 门下的弟子为了争夺名位互相残杀 毁了她一生创立的基业 所以她在开山立宗的时候就亲手定下了一条天魔玉利 那是那样说的 我百年之后将罗刹牌传给谁 谁就是本教的继任教主 若有人抗命不服 千刀万断 独以分屈 此后也必将以涌堕鬼域 万劫不复 正因为如此 所以她才会将罗刹牌传给她的儿子 只可惜呀 宇天宝也正像那些富豪之家中被宠坏的子弟一样 那也是个不折不扣的败家子 丁湘一说 宇罗刹若知道她那个宝贝儿子已将罗刹牌押给了别人 她就算在九泉之下也一定会被气得吐血的 陆小凤长长的吐了一口气 现在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择手段的争夺这块罗刹牌 丁湘一接着说 为了追悼于罗刹 也为了朝拜新任的教主 他们教中的护法长老和执事弟子们已经决定在明年正月初期 人日那一天将教中所有重要的弟子聚会于宝宝山的大光明镜 你只要能在那一天带着这个罗刹牌赶到那里 你 你就是魔教的新教主 从此以后绝对没有任何人敢对你有任何的无理 西方魔教的势力不但已经根深蒂固 而且遍布天下 无论谁能够寄人教主 都立刻可以成为江湖中最有权势的人 有了权势 名利自然又跟着来了 这种诱惑永远无论对谁 那都是不可抗拒的 陆小凤叹了一口气 他忽然觉得这件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他的任务越来越艰巨了 可是他还是有一点想不通 那那个李霞他为什么不自己带着罗刹牌到宝宝去呢 丁强一说 因为他怕自己到不了宝宝 就死在半途了 更怕自己活不到明年的正月初期了 在明年的正月初期之前 这块罗刹牌 无论在谁的手里都像是一包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 随时可能把他炸的粉身废骨 丁强一借着手 李霞一向是很精明的 他知道最安全的法子 那就是把罗刹牌卖给别人 一个女人 到了她那种年纪 生活既没有依靠 精神也没有寄托 总是会想拼命动点钱的 所以 陆小凤说 所以他跟你的关系虽不同 还是要你拿出二十万两金子来 丁强一笑着说 是啊 只可惜啊 我现在比他更惨 我才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陆小凤勉强的笑了笑说 不 你至少还有个朋友 你 陆小凤点了点头 他的心里忽然涌出了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他们本不是朋友 他们的关系远比朋友更亲密 可是现在 丁强一看着他 眼睛里也露出了一种说不出的表情 谁也不知道那是悲伤 安慰 还是感情 过了很久 他忽然说 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现在 就连罗刹排队我也没用了 但我 却还是希望能够看看他 因为 我已经为他牺牲了一切 我要是连一眼都没有看见 死的也不甘心的 陆小凤说 你希望我找回他之后 带回来 给你看看 丁强一点了点头 凝视着他说 答应了 那只不过 至少也是一个月以后的事 那个时候你会在这里吗 会在的 现在我只不过是个废物 无论是死是活 他们都不会放在心上 那眼圈发红 泪流下来了 况且 像我这样一个人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 月影渐渐的高了 外面更静了 该上路的客人们 都已经上了路了 陆小凤用衣袖 轻轻地擦干了 丁湘仪脸上的泪痕 又坐下来 又过了很久 丁湘仪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说 你该走了 啊 你要我走 你总不能在这里 陪我一辈子 他虽然在笑 那笑容看起来 却比他流泪的时候还要凄凉 陆小凤想说话 又忍住了 丁湘仪说 是不是还有话要问我 陆小凤点了点头 有件事情 他本不该再问 他不愿意再触及他的伤痕 可是他不能不问 飞天玉虎 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丁湘仪的回答 居然也和方玉湘是一样的 居然连他都不知道 飞天玉虎的身世和姓名 他的身世隐秘 行动难测 身材矮小 目光如鹰 无论对什么人 他都绝不信任 就连他的妻子也不例外 但是他武功绝高 他的生平从未遇到过对手 这几点是毫无疑问的 陆小凤又忍不住问 拉哈苏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丁湘仪说 那个地方也跟飞天玉虎的人一样 神秘而可怕 那里的人气量狭窄 对陌生的外来客总是怀有敌意的 除了两个人之外 无论谁说的话 你都不要相信 哦 那么我可以信任的这两个人是谁 一个叫老山羊 是我父亲的老伙伴 一个叫陈静静 从小就跟我一起长大 他们要是知道你是我的朋友 一定会尽力的帮助你的 陆小凤记下了这两个名字 丁湘仪接着说 一过了重秋 那个地方就一天天的冷了 十月不到 就已经封江了 陆小凤听说过 松花江一旦接了兵 那就像是一条平坦而辽阔的大道 丁湘仪接着说 没有到过那里的人 永远没法地想象那里是多么的冷 最冷的时候 鼻里一流出来就会结成冰 连呼出来的气都会冻成冰茬子的 陆小凤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他情不自禁地拉了拉一劲 丁湘仪接着说 我知道 你通常都在江南的 一定很怕冷的 所以你最好趁着还不算太冷的时候 尽快地赶过去 出去之后 最好先买一件可以预寒的皮袄 陆小凤忽然又觉得温暖起来了 不管怎么样 他毕竟还是关心自己的 知道这个事上居然还有人关心自己 那总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吧 只不过还有件事 陆小凤一定还要问清楚 他沉吟着说 一罗茶一死 魔教内部难免有些混乱 为了避免引起别人承虚而入 所以他的死至今还是个秘密 对 知道这个秘密的人确实不懂 那你怎么会知道的 黑虎堂下有分白鸽 灰狼 黄犬 三个分堂 黄犬负责追踪 灰狼负责搏杀 白鸽的任务就是负责刺探 传递各路的消息 黑虎堂能够迅速的崛起 这三个分堂办事的效率 当然是很高的 江湖中所有成名人物的绅士 行贸 武功 门派 以及他的特长和嗜好 白鸽堂中几乎都有一份记录的资料 灵相依接着说 所以 我还没有见到你之前 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是不是早已经知道她的弱点 是女人了 所以才想到 要她陆小凤做自己的挡箭牌 陆小凤没有往这方面去想 是啊 别人对不起她的事情 她从来不愿意多想 所以 她的心情总能够保持明朗和愉快 丁相依忽然笑了 笑得凄凉而尖酸 在黑虎堂里 我本来有两个职位的 哦 我不但是总堂主的出气筒 还是白鸽堂的堂主呢 陆小凤终于走了 丁相依说得不错 他当然不能在这里陪她一辈子 天气还是很晴朗的 阳光还是同样灿烂的 可是她的心情 却已经没有刚才那么愉快了 想到这件事的复杂和艰巨 想到她所牵扯到的那些麻烦 陆小凤恨不得去跳河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 演播爱宝娘